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CWC Channel 在更新完 iOS 18 之后 有哪些更新必须要做调整呢 这个影片完整的说明 同时也分享一些设定里头的小秘迹 如果你还没更新 你可以参考本频道所分享的影片 里头详细的说明 iOS 18 的更新 以及完整的资讯 在你更新完之后 有一些设定你必须要加以注意来做调整 在你更新完 iOS 18 之后 首先你先确定一下 你的手机的储存空间容量还够不够 所以请你来到设定 点选一般 iPhone储存空间 来看看你目前iPhone储存空间的大小 如果这里有提供推荐的话 请按下检视 这个是下载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点选编辑 把它删除掉即可 这样子可以省下你手机很多空间 另外我还有一个最佳化储存空间 这种推荐通常都可以启用 此外这边的储存空间会根据大小来做调整 最上方是占用空间最大的 你来看看是否有东西可以删除 例如像我的Podcast已经到了9GB 可以做储存空间的管理 这个就是第一个iOS 8 更新完之后重要的设定 接下来第二个重要设定就是iOS 8 独有的隐藏APP 如果你的手机里头有一些APP 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话 可以用iOS 8的新功能隐藏APP 或者是需要Face ID来做管理 举例来说我的照片的APP 我不希望有人来打开来看 按住不放之后点选需要Face ID 这样子就可以把照片的应用程式把它锁定住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按住不放点选不需要Face ID即可取消 不过目前的官方的APP 大部分都没有支援隐藏的功能 要使用隐藏功能第三方的APP可以来使用 举例来说Instagram IG 我不希望有人来用我的手机开启Instagram IG 因此我按住不放点选需要Face ID 这时候第三方的APP就会出现了这个选项 隐藏并要求使用Face ID 开启之后隐藏APP IG就已经被隐藏起来了 隐藏APP就会来到了APP资料库里头 往下滑到最下面这里就是隐藏的APP 点选一下用Face ID开启 这里就可以看到隐藏的APP 如果你不需要隐藏按住不放 点选不需要Face ID 再把IG Instagram加回来 这样子它就可以回来到主画面了 所以升级完SPA之后 赶快来看看有什么需要隐藏的APP 把它加以管理 第三个设定就是照片 iOS 18将照片用程式重新的设计了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 不喜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非常的杂乱 现在你可以来加以管理 请来到照片里头的最下面 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自定与重新排列 点选 由于太杂乱 我现在就把我不需要的把它取消掉 例如我这里就留下两个 最近的日子跟旅程 我还可以按住不放之后往上滑 就可以调整 好了之后关闭 现在我的照片用程式变得非常的好浏览 最后一个就是旅程 非常干净简单 所以强烈的建议来做好照片的设定 接下来来设定讯息 iOS 18有个新功能是稍后传送 点选加的按钮 不过这里却没有找到 你必须要点选更多 才可以看到稍后传送 如果这个功能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把它按住不放之后 往上滑到最前面的页面 那这样子就可以快速的来存取 稍后传送 所以以后你在打讯息之后 你可以直接点选 稍后传送 就会是在第一个选项 点选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传送的时间 另外有人抱怨说 在讯息打的过程当中 这个游标一直闪烁 很讨厌 现在也可以做设定 点选设定 辅助使用 往下这里有个动态效果 往下滑 这里有一个偏好不闪烁的游标 开启 只要开启之后 你回到了刚才的讯息用程式 你可以看到游标 现在已经不会再闪烁了 接下来设定是新的App 叫做密码 密码用程式可以管理 你所有 iPhone里头的密码资讯 不过你的密码可能会非常多个 像我这里有高达785个 那785个其实我所要看的 通常都是我刚加入的密码 所以如果你要管理刚加入的密码的话 请点选左下方的上跟下按钮 这里可以选择编辑日期或者是制作日期 最晚最优先 个人建议你把它设定成最晚的优先 这样子的话 就会出现的是 你最新所设定的密码 那通常要改的密码都是在最新的 因此你做这样的调整之后 会比较方便来使用 另外在密码的App里头也有设定 请来到了设定往下滑到App 接下来搜寻密码点选密码 往下滑这里有一个检视自动填写设定 点选下去 他就会来到了自动填写与密码的页面 最下方这边有个使用后删除验证码 我们在登录一些网站的时候 他们都会寄一些验证码过来 这些验证码通常只是一次性的使用 你之后就不需要了 如果你开启的话 你用完了之后他会自动的删除 方便你来节省空间 所以这里是建议你把它开启 接下来的设定来到了隐私权 在iOS8隐私权方面有做了很多的更新 首先联络人 点选联络人 你现在可以去显示你所有的联络人 以这个为例我有313位联络人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App来做管理 如果有些App你不希望能够分享 所有联络人的资讯 你就可以使用受限制 例如我到Facebook 这里我可以完整的存取 313位联络人 不过有些联络人 我不希望Facebook可以存取得到 这时候我就可以点选受限制的联络人 点选编辑 你就可以把联络人的资讯 加入进来到这个受限制的联络人里头 这里你就可以选择 你想要存取的联络人 例如像是CWC 测试的CWC完成 这样的设定 Facebook只能存取3个联络人 保护你的隐私 除了联络人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照片 如果有些App 你不希望能够完全的 存取你的照片的话 你就可以做设定 例如这里 我有很多照片跟影片 那这里是所有的App 可以存取我的照片跟影片 我现在可以做管理 举例来说Facebook 我不希望他完全的存取 我所有的照片内容 因此我在这里可以选择受限制的存取 我就选择我想要分享的照片 给Facebook 那这样Facebook 就会受限制的存取我的照片使用 接下来形势力也建议你来做设定 在更新完iOS 8之后 形势力现在点选上方 有3个显示的项目 这些显示项目 你可以调整设定之后 以后你开启 就会是这样的设定 譬如说我开启的设定是堆叠 你现在把形势力 关闭起来 重新打开 它还会是堆叠的显示方式 下一个设定是有关于电池 点选设定 再来点选电池 这里电池 电池的充电 现在除了最佳 跨电池充电之外 这里还可以调整充电的上限 一般来说 苹果是希望你 充电到80%就好了 不过有时候80% 一天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呢 现在有新的选项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 到更高 例如说是到90% 那如果是90%的话 就不会是最佳充电 所以如果你开启最佳充电的话 你必须要把充电上限调整成80% 这样子才会最佳充电的状态 接下来Siri也可以做设定 来到了辅助使用 往下滑 点选Siri 在Siri里头 你现在往下滑这边 有一个叫做必须说Siri才能打断 有时候Siri在回答的时候 非常的慢 而且冗长 这种情况下 你就说Siri就可以打断他的回应 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Siri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那现在有个新功能叫做聆听 非典型语音 他可以增加Siri聆听的语音模式 来协助改进语音辨识 所以可能你讲的不清楚 你把这个开启的话 Siri可能会比较听得懂 你所说的内容 接下来是地图 地图你可以去下载 离线地图 那现在有一个设定可以来使用 升级完iOS 18之后 请来到的设定 点选下方的App 点选地图 往下滑 在离线地图的地方 这里现在多出一个新的 叫做与Apple Watch同步 如果你有Apple Watch 你下载离线地图之后 他会自动的同步到你的手表里头 这样子Apple Watch上面就有离线地图 可以同步的来使用 接下来是动作按钮 升级成iOS 18之后 你来到了设定 点选 动作按钮 现在动作按钮多出了一个新的 叫做控制项目 控制项目 你可以选择控制项目的内容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做好设定 下一个是有关于键盘 点选设定 来到了一般 往下滑 键盘 点选键盘 接下来点选英文 现在在英文的键盘里头 可以加入语言 也就是你的键盘 同时会有两个语言可以使用 点选加入语言 很可惜 并没有中文可以使用 因为他必须都是要这种ABC的字母 因此中文没办法支援 在这里我可以来使用英文的日本 因为这日本有时候也是用英文来拼音 那我现在来打字 好在下方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可以输入两种英文 一个是美国的跟日本的 那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你在打字的过程当中 你打的是英文 那他就会出现英文的建议 像是我打Hello就是Hello 但是我如果打成是日文的话 例如说我打TOKYO TOKY 他就自动的去找到相对应的单字 你可以看现在下方的空白键 他现在有两种语言都有支援了 接下来的设定虽然跟iOS发没有关系 但是个人也是强烈的建议 你必须要来做更改 Wi-Fi 在Wi-Fi里头你开启 这里有一个叫做自动加入热点 请点选 请不要使用自动的功能 因为自动功能有时候会连接到 公众的Wi-Fi 那公众的Wi-Fi 事实上是不安全的 有可能会有骇客 想要你自动加入之后来入侵你的手机 所以因此在这边 选择询问加入或者是永步 下一个新功能是有关于AirPods相关的设定 当你升级完iOS18之后 如果你有AirPods第四代 或者是AirPods Pro2 的话呢 你现在可以来设定点头或者是摇头 好我现在已经连接到AirPods Pro2 点选下去之后 这里有多出一个新的叫做头部动作 点选上下 就是接受或回复 左右拒绝或关闭 这个功能是新的 我建议你能够开启来使用 好影片的最后是有关于录音的一个新的设定 在录音的时候 如果背景有音乐的话 它会自动的关闭 不过iOS8 加入的新功能 如果你开启设定 你可以在播放的音乐情况下同时录音 请点选设定 然后来到了相机 相机这里有一个是录音 点选 这里就有个新的功能设定 允许播放音讯 这个功能请把它开启 录制时不会自动暂停播放音讯 使用iPhone的声音播放音讯时 音讯会以单声道来录制 那现在呢 如果你在播放音乐情况下 你来到相机 录影 你可以在录影的过程当中 播放音乐 好 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 所有的设定内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告知 别忘了锁定本频道 有更多的影片会来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下一集再见 拜拜